各国撤离阿富汗 现在必须跟时间赛跑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在跟G7领袖讨论之后 他已经做出了最新的决定 美军按照原定计划 8月31号全面撤出阿富汗 拜登强调撤离行动 必须要越快越好 这是要避开额外风险 同时他要求国防部跟国务院 制定相关的应变方案 到底拜登口中指的额外风险又是什么 主要是担忧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的分支 叫做呼罗山省 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趁机攻击喀布尔机场 这也成为美国急忙撤军 决定不延期的重要关键原因 下一张图表 根据华盛顿邮报指出 早在G7会议之前 拜登已经派遣了CIA局长 博恩斯 23号前往喀布尔 密会了塔利班的实职领导人 巴拉达 主要就是两人见面商讨撤军的期限 至于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 这是属于最高机密 到目前为止 CIA的方面三间其口 采取不承认 但也不否认的默认态度 眼看距离撤军的大线 8月31号 倒数计时 只剩最后一个礼拜 各国急忙撤离 必须跟时间赛跑 我们来看看时间有多么紧迫 像是美国 24小时之内 撤离21,600人 白宫表示 美军37架C-17运输机 还有5架的C-130运输机 运送超过有12,700人 另外还有8900人 分别搭乘57架 美国盟军的飞机离开了阿富汗 我们再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图表 要为您分析 各国领导人他们的立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英国首相强生 在G7会议之后 他发表声明说 西方各国取得共识 认为塔利班必须让阿富汗人民 在831大线之后 也还是可以安全地离境 不会受到阻碍或者攻击 至于德国方面 德国总理梅克尔最新宣布 将提供阿富汗多达1亿欧元的紧急援助 那么后续 他愿意再追加5亿的欧元 预计透过联合国机构来提供 并且会跟伊朗还有邻国 巴基斯坦合作 协助安置更多的阿富汗难民 尽管G7成员国当中 就有6个国家要求拜登 能不能推迟831最后的期限 但是美国还是坚持 越快越好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撤离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现在各国也只能全力地配合 再看到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他正式宣布 军事人员将会持续留在阿富汗 帮助难民 马上要带您直击 各国撤离阿富汗 情况有多么紧急 G7视讯峰会一致同意 当下之急是完成人员撤离 几次喊话美国延后撤军期限 维护公民安全 博拜登仍无意更动计划 拜登认为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分支 伊斯兰国呼罗山省可能趁势袭击美军 不愿中断撤离行动 而从美军近期从阿富汗的撤离人数 可以看出美国脚步确实加快 外媒报道 美军23号当天仅从阿富汗撤离约16000人 或24号当日就出动40多架运输机 协助约21600人撤离 是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次 不仅平民就连美军也有数百人离境 但美国撤军实现也保有更动可能 CIA局长伯恩斯夫阿富汗 与塔利班政治领袖巴拉达密谈 外传就是商讨8月31号撤军大线 不过塔利班人对此态度坚决 穆加西德还表示 由于喀布的机场局势混乱 将不再允许阿富汗国民前往当地 就连土耳其提出驻军保护 喀布的机场的要求 也遭塔利班断然拒绝 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保障人民安全 塔利班对外信心喊话 但先前早已警告 西方跨过8月31号撤离红线 恐怕面临不良后果 外界认定塔利班之后可能进行军事行动 直接封锁机场 也让外界忧心喀布的近期可能再出现 混乱不堪的逃难景象 环宇新闻 林博宏综合报道 同时各界更担忧阿富汗的经济还能撑多久 原本塔利班每年收入大约10亿美元 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贩毒跟非法采矿 如今小孩开大车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府 能否管理一年GDP220亿美元的国家 塔利班的执政能力引发外界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举例来看 新任命的央行行长 原本根本默默无闻 没有人认识他 也没有相关金融经验 但一上任 立刻要处理阿富汗棘手的经济危机 果然就让阿国经济住进加湖病房 现在包括各大银行陆续关闭 还有ATM提款机的现金都被民众给领光 阿富汗的货币阿富汗尼 币值创下历史新低 喊破喉咙叫卖 无奈顾客不敢出门 让买气就是回不来 塔利班闪电夺权之后 客部传统市场首次开招 生意之冷清 却让摊商大叹 时局七七 惨惨七七 另一方面 阿富汗的粮食供应更是危机四伏 不只在干旱下损失了四成的作物 这决动当下物价跟着飙 更有居民表示 从稻米 面粉到食用油等必需品的价格 一周内就飙升了三成五 就怕是通膨失控的前奏 从美国 世界银行 到国际货币基金纷纷对塔利班抽银根 使得阿富汗货币避之狂蟹 8月内从不到80阿富汗泥 对一美元大贬为86阿富汗泥 对一美元避之创下历史新低 阿富汗斯坦是对硬货币的货币 这被美国的决定 在沿着美国的原本资金纷十多万亿 另外一方面 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后不久 银行纷纷关闭 就连系列汇款也关闭客布我的办事处 自动提款机前出现长长的人笼 几乎把现金给领干了 雇主就算想发薪水也无处提领 让居民大叹快要窒息 而就在外界对塔利班治理能力的 一片质疑声中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3号宣布 任命塔利班经济委员会负责人 伊德里斯出任阿富汗央行的新行长 并且声称25号所有银行都会恢复营业 尽管塔利班士兵拍胸脯挂包警 居民没有人身安全问题 但美法山龙殿已经纷纷展开自我审查 不止大门申索 还把看板上的女性照片 用喷漆涂掉了五官以防被盯上 塔利班当局对于阿富汗的民生和失业率 飙升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 好新闻 陆小平众报道 到底怎么回事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亚洲行的重头戏 突然延后三个小时访问越南 主要就是因为河内的美国大使馆 经传出现异常的健康事件 时机点格外敏感 引发阴谋论满天飞 根据了解五年之前 许多美国外交官受害的哈瓦那症候群 受害者会出现头晕头痛 甚至脑部受损等无法解释的症状 如今这项神秘的怪病似乎重出江湖 马上来回顾最早的案例发生在古巴 后来又在俄罗斯 中国 德国 奥地利等国陆续出现 那么这一趟亚洲行 美国主要要传达出重视亚洲各国 不是只有嘴巴说说 也由于越南总理范明正跟驻越南中国大使见面 中越关系越来越密切 不过范明正对外表态 强调越南不会选边站 不会与一个国家结盟 去对抗另一个国家 面带微笑走下飞机 美国副总统贺景丽 终于抵达亚洲之旅第二站越南 但就在几小时前 才传出她的性命 恐怕受到威胁 原定24号下午从新加坡 前往越南的贺景丽 突然接到驻河内美国大使馆 发来异常健康事件通报 延迟三小时才出发 原因就是被称为 哈瓦那症候群的病症 外媒报道 河内也已通报 出现两起哈瓦那症候群的案例 哈瓦那症候群最严重 还可能导致脑部受损 美国因此损失不少优秀外交人才 而除了古巴与越南 还有德国奥地利 俄国及中国的美国外交官 深受其害 恐怖巧合掀起阴谋论漫天飞 令白宫与贺景丽随护 不得不拉起最高警戒 尤其贺景丽放越南之际 中国援助越南的新一批疫苗抵达 越南总理范明正 也召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雄波 双方对稳固中越关系 促进社会主义发展 达成共识 范明正更强调 发展与中国关系 是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要务 越南亲中立场明显 江城贺景丽 巩固美越关系的一大挑战 而当地目前疫情严峻 似乎也凸显 美国宁愿冒风险 也要拉拢盟友的决心 环宇新闻 郑宇轩综合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景丽 25号跟越南最高领导阶层会面 言谈之间 贺景丽在许多关键领域都给予支持 包括力挺越南提升海上安全 抗衡北京在南海日益独断的行径 最新发展会谈的情况 我们交给环宇国际中心记者 郑宇轩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路透引述不具名越南官员说法 表示贺景丽与越南政府国家主席 和总理范明镇见面时 还提议让美国军舰 更常造访当地 想挑战中国 扩大对东南亚影响力的意味浓厚 贺景丽也表示将在许多关键领域上给予支持 包括24小时内将多提供100万剂回锐疫苗 给正受疫情摧残的越南 有意释出力多 说服越南加入美国 发出维护海洋法的共同声明 由于越南和中国在南海持续紧张 越南默默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 不过随着美中关系越良极化 越南有意改采中立态度 加上近期阿富汗动乱 重创美国声望 前驻美越南大使就表示 越南正密切关注阿富汗情势 想借此推测 美国未来对盟友的态度 贺景丽访越南也再次掀起外界 将阿富汗对比当年越战 撤离西贡的争议 至于正在举办帕运的日本 单日确诊数却频频突破2万例 NHK报导 日本政府稍早也宣布 要再把8个道线 纳入紧急状态的范围 这8个道线包括北海道 宫城 艾滋 三重 还有广岛等等 另外政府也同步升高 高支 左鹤 长崎 还有宫崎 这4个线的防疫措施 期限都是到9月12号 而现在日本总共有21个 独道府线都进入紧急状态了 全球紧盯美国即将公布 新冠病毒的溯源报告 没想到中国却打出乌贼战术 企图模糊焦点 中国官媒就怀疑 美国利用敌翠克堡实验室 泄漏病毒 尽管无凭无据 却让这间原本隶属于 美国陆军的实验室 在中国大陆声名大噪 到底敌翠克堡实验室 是什么样的单位 而在里面进行何种研究呢 透过环宇新闻点 为您解答 敌翠克堡实验室 隶属于美国陆军 位在美国马里兰州 是一家P4实验室 也就是等级跟安全性 最高的实验室 70多年前 美国曾经用来进行 生化武器研究计划 目前则是投入 新冠 伊波拉等病毒的 防治研究 不过敌翠克堡实验室 曾经在2019年8月 因为蒸汽消毒工厂故障 等安全因素短暂关闭 随后恢复正常运作 但却给了中国政府 大好机会 趁机转移焦点 为了暗示新冠病毒 就是美国制造出来的 中国利用各种手段 大肆宣传 官媒 央视特别制作 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 还有民族主义饶舌乐团 特别为此制作歌曲 当地甚至出现 虚假的脸书贴文等等 为毫无根据的说法 强力辩护 中国官方利用各种 内外选手法 模糊并读塑源焦点 美国另一个对手 俄国也伺机而动 俄国媒体指称 马里兰州曾经在2019年7月 出现不明肺炎病例 病人有发烧 咳嗽 气喘等症状 都与新冠肺炎高度吻合 但随后的确克保实验室 却突然紧急关闭 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2019年秋天 一种未命名的冠状病毒 开始在美国传播 随后在一些病患的 血液样本当中 验出新冠病毒抗体 但这些人并没有中国旅游史 这显示美国新冠病毒 比中国大陆还早发生 迪克最保实验室遭到关闭 与不明肺炎扩散 并不是巧合 针对中俄两国不遗余力 宣传美国故意散播病毒 由于初期找不到治疗方法 美国出现大批染疫 或不幸病逝的民众 中方认为把新冠病毒 当成生化武器的阴谋论 更是明显错误 因为生化武器可能引发未知问题 而且不容易获得控制 拿来对付敌人 恐怕是必大于力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继续要掌握您最关心的全球疫情 累计人数来到2亿1400万 死亡人数超过446万 亚洲方面 日本 越南等国 单日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再看到欧美国家 少数不愿意接种疫苗的 民众拖累医疗体系 在英国更传出 反对疫苗的人士攻击媒体 欢迎新闻 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日本新增21000多例 7天内有6天破20000 当局正在考虑 批准轻度跟重度症状的民众 在家进行抗体肌围久疗法 把病床让给重症患者 南韩天2155例 再次回升破2000 随着外籍人士 占确诊案例的比例提高 当局要求 针对外国人密集的地区跟单位 加强筛减力度 越南增1万多例 连6天破万 同为共产国家的古巴 宣布将提供国产疫苗给越南 还将派出一组医疗团队 协助技术移转 印度基增超过5万1000例 比近期最低点增加了4万例左右 一种国产mRNA疫苗 获准进行更大规模的 二阶跟三阶人体实验 并开始扩大投资疫苗生产设备 马来西亚天2万多例 居高不下 当局释出疫苗证明的验证案 可以检验大马 新加坡及欧盟的数位 和紫本接种证明 是否为真 印尼大增1万9000多例 比近期低点多了快1万例 卫生部长表示 印尼在9月将透过各种管道 收到8000多万剂疫苗 不过距离国内2亿0800万 接种数的群体免疫目标 还有一段路要走 德国新增2838例 突然降回月初的急剧 因为铁路夜出现罢工 更少的班次让变得拥挤的车厢 成为防疫隐忧 西班牙单日确诊1万多例 比上周数据少了4000多 为了尽快提高疫苗接种率 部分地方政府缩短确诊康复后 与接种疫苗之间的等待期 从6个月缩短到1到2个月 英国增超过3万例 继续上升趋势 国内反疫苗分子 攻击媒体工作者案例频传 日前又有反疫苗群众 冲进电视台大楼 让里面的人无法离开 法国添24000多例 比上周同一天略少 当局宣布 针对有免疫缺陷的民众 将先开放紧急抗体类药物 用作预防或确诊后治疗 美国更新14万7000多例 疫情依然严峻 首席防疫顾问佛奇表示 如果大家愿意接种疫苗 最快明年年初 就能控制住国内疫情 还记得吗 西班牙曾经是 全球疫情的重灾区 但目前当地疫情趋缓 而且有高达61%的民众 完整接种疫苗 疫苗覆盖率 在欧盟当中更是名列前茅 主要的原因就是 政府对于一般民众 对于公共卫生系统 非常的信赖 另外西班牙积极研发国产疫苗 由本土药厂喜伯勒 研发的疫苗 获准展开第一期人体试验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渴望在2022年 生产4亿剂的疫苗 民众挽起袖子进行疫苗施打 还与医护人员有说有笑 仔细瞧接种中心内外 等待的人还真不少 根据统计 南欧西班牙4700万人口当中 已有超过61%完整接种 覆盖率在欧盟大型国家来说 排名前段半 领先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就连全力拼大规模疫苗 接种的美国也望尘莫及 主要原因除了大多数民众 希望保护自己 也保护同住的家人 不受病毒侵袭之外 也与当地公卫系统 备受信赖有绝大关系 除了公共卫生系统获得民众信任 西班牙近期还积极投入国产疫苗研发 本土药厂喜伯乐正着手研发两款疫苗 目前已获准展开第一期的人体试验 渴望于2022年生产高达4亿剂疫苗 加入全球抗疫胜利军 遏止病毒蔓延 专家提醒全球新冠疫情危机暂时难以消除 之后甚至有可能再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因此除了平日得做好防疫措施之外 也该持续关注全国疫苗的接种情况 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能让病毒在西班牙境内销声匿迹 环宇新闻 林国宏 众格报道 北非国家阿尔吉利亚与摩洛哥这几个月以来 关系再度陷入紧张 现在阿尔吉利亚的外交部长又表示 因为摩洛哥对他们采取具有敌意的行为 所以宣布即日开始与摩洛哥断交 这新消息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卢巧平 带我们了解巧平 好的 主播 阿尔吉利亚23号表示 即日起与邻国摩洛哥断交 理由是对方采取具有敌意的行为 不过两国的领事馆仍然保持开放 阿尔吉利亚外长Key Popper指正利利 扣诉摩洛哥使用以色列企业开发的间谍软体飞马 来监视阿尔吉利亚的官员 还点名摩洛哥支持西塞哈拉争议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 而这两个北非大国已经几十年来关系紧张 边境问题冲突不断 摩洛哥希望边境重新开放 但阿尔吉利亚则坚持出于安全理由 关闭最好 此外对于阿尔吉利亚的北部发生的上百起森林野火 阿尔吉利亚指责是摩洛哥购谋纵火 不过没有提供证据 七日底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曾经公开表示 对于两国的关系紧张深表遗憾 而这一回对于阿尔吉利亚的片面断交 摩洛哥外交部则是以强硬态度回应 表示这项决定是基于不实甚至荒谬的借口 对方毫无道理可言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电动化的浪潮之下 有很多公司都抢搭着热潮投入电动车市场 不过并不需要像特斯拉一样 拥有庞大的资产打造超级工厂 英国就有一间电动车新创公司叫做Arrival 他们是用微型工厂的概念 标榜低成本低人力 最后也成功地在百家争鸣的电动厂时代 杀出属于自己的路 为了大规模生产电动车 差点把特斯拉搞到破产 连马斯克都形容根本就是地狱 但如果新创公司想要量产电动车 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该怎么办 位于英国伦敦的Arrival公司给出了方案 有别于竞争对手特斯拉在世界各地打造超级工厂 电动车科技公司Arrival专注于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 选择用更小型的车厂更少的钱打造电动车 Arrival成立初期专门制造运输物流电动巴士 之后则以开发电动车为主 Arrival的微型工厂中并没有采用标准生产线 这意味着Arrival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建立厂房 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Arrival的技术跟生产模式吸引不少投资人的目光 成立不到六年的时间就获得各企业争相投资 成为英国成长最快的电动车公司 连Uber也想跟它合作打造电动车 而在百家争鸣的电动车市场 Arrival看似脱颖而出 不过能不能维持热度还需要靠时间证明 欢迎新闻陈范宁综合报道 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 国内数以万计的民众开始逃亡 国际住宿共享平台AOBNB24号表示 愿意提供2万名阿富汗难民免费住宿 根据AOBNB执行长齐斯基在推文表示 费用将由他个人捐款AOBNB以及难民基金的捐款来支付 同时他也鼓励其他商业领袖伸出援手 但是外界质疑 齐斯基并没有说明任何预算期限或者实施方法 必须等待释出更多的细节 才能看出整个计划的规模 七大工业国G7领袖针对阿富汗情势召开紧急视讯会议之后 发表最新的联合声明 要求塔利班负起责任 确保阿富汗民众以及国际公民的安全 原本各国希望可以延后美国撤军的期限 不过总统拜登有了最新决定 把时间交给环宇国际中心记者林柏宏 G7领袖在联合声明中 特别提及塔利班必须尊重妇女女童和少数族群人权 以及防止恐怖主义以确保阿富汗的稳定 另外包含法国以及德国等国 都希望争取美军将8月31号的撤军期限延后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仍决定维持原先计划 因为塔利班方面也为同意西方部分国家 延后8月31号的撤军期限 希望所有撤离行动仍旧原定计划完成 并敦促美国停止将工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员 带离阿富汗 认为目前境内相当需要这些人的技术和专业 再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亚洲行 在越南当地时间24号晚间10点 抵达河内机场 但比原本预定的时间足足晚了三个多小时 根据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 因为获报河内当地出现异常的健康事件 班机婴儿延后起飞 到底怎么回事 环宇国际中心记者林柏宏带我们了解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二四号抵达亚洲行第二站越南 不过直到当地时间近十点 飞机才降落在河内 比原定时间晚了三个多小时 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稍早发布声明表示 这是因为贺锦丽办公室获报 河内近来可能出现异常的健康事件 代表团才因此延后自新加坡出发 白空定调异常的健康事件是哈瓦那症候群 这个词起源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人员 在二零六年年底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症状 包含耳鸣晕眩等各种身体不适的情况 详细原因众说纷纭 有专家认为可能是脉冲微波攻击 不过贺锦丽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而根据外媒报道 贺锦丽25号行程 预计将与越南总理范明镇 讨论疫情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安全 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 最新接受访谈的时候强调 辉瑞疫苗成为全球第一支 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完全批准的疫苗 希望借此提升民众对于施打疫苗的信心 另外佛奇也指出 12岁以下孩童 最早今年秋季就能开打疫苗 继续要把时间交给 环宇国际中心记者陈范宁 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在辉瑞疫苗成为全球第一支 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完全授权的新冠疫苗后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表示 希望可以借此提高民众对疫苗的信心 并加快接种脚步扩大覆盖率 佛奇预估莫德纳和交生疫苗 有望在未来几周到一个月内 取得FDA的完整授权 更进一步透露 希望在抽季的中晚期到冬季初 可以开始为12岁以下的孩童 接种疫苗 另外佛奇也指出 只要趁过今年冬天 并让剩下9000多万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 尽速前往接受施打 疫情就有望从明年春天开始获得控制 接下来这份重要报告 全世界都在等 这是美国调查中国武汉的 疫情起源报告 在当地时间24号 总统拜登即将听取调查内容 到底疫情爆发的源头 是不是来自中国武汉 环宇国际中心记者林博宏 有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的疫情起源报告 将于当地时间24号结局 白宫发言人莎奇表示 报告会如期完成 几天之后将整理出一份 公开用的非亲密版本 不外媒引述 三枚美国政府官员 以及一名熟悉调查报告的人士表示 他们不期待报告能下肯定结论 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先前阻挠国际实地采访 并搜集关键资讯 官员表示这份报告 反而可能会指向 其他可以追查的调查路线 包含像是对中国提出要求等等 这可能让近期陷入低点的美中关系 更加紧张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 美国今年五月底指示情报机关调查 新冠疫情起源 情报机关追查多种假设 包含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扩散 或是来自像是蝙蝠或是鸟类 等动物的自然产生病毒 尽管美国目前为止还没公开报告 不过中国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甩锅 包含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 急着指控美国编造假证据抹黑中国 然而外界反批中国不透明的疫情资讯 无法给数百万不幸染疫身亡的人一个交代 刻意将矛头指向美国政治操弄 恐怕无法转移焦点 美国政坛女性出头天 原本担任纽约副州长的侯可 接替因为性骚扰丑闻下台的古墨 24号正式宣誓就任 她成为纽约州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 侯可在记者会当中强调 她会改变官场文化 让人民再次相信政府 最新消息交给环宇国际中心记者 陈范宁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曾任联邦众议员的侯可 在24号正式接棒 成为纽约州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 意味着古墨十年多的州长生涯 正式画下句点 我希望人们再次相信他们的政策 这是重要的 人们要有信心 我们的力量 从我们的信心和信心 从我们的信心和信心 从我们的信心 我非常严重 原本担任副州长的侯可 在州政府所在地阿尔巴尼宣誓就职 誓言改变官场文化 针对疫情 她也宣布为了对抗Delta病毒 在新的学年 纽约州任何人进入学校都要佩戴口罩 计划要求所有教职员接种疫苗 否则每周都要接受病毒检测 另外如何有效地分配疫情纾困金 也是她上任后的施政重点 现年62岁的侯可在担任副州长六年多来 勤跑基层 但政坛知名度远不及古墨 关于明年11月的州长选举 侯可表态将投入选战 并开始抽错竞选经费 不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有过半的受访选民 不知道侯可是谁 或是不确定是否对他有好感 侯可执政后能不能拉高知名度 攸关连任前途 港版国安法雷厉风行 这一回被盯上的是香港的影视产业 港府24号表示将提出电影审查法 禁止放映不利国家安全的影片 最新消息我们交给环宇 国际中心记者陈泛宁 好的主播 中国无形之首这次深入香港影视产业 港府在24号宣布将提出电影检查条例 修订草案维护国家安全 港府在声明中表示 将严禁电影中出现 美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若电影被认定不利国安 将撤销上映 违反的业者还会被吊销电影牌照 若是上映没有获得豁免 或是核准的作品 最高会被判处三年监禁 或是100万港元 相当于359万新台币的罚款 而草案将在9月1号 在立法会进行首读跟二读 港府坚称电影审查法 有助于加强监管旅行国安 但对各界来说 香港的自由无疑再度被限缩 香港电影在影视产业 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一步步的经典港片 会不会因此被盯上 在港府的严格审查下 电影业的发展前景出现变数 三星集团公布规模240兆韩元 大约5.8兆台币的扩展计划 目的是要让三星的技术领先同业 预估未来三年可以创造4万个就业机会 三星集团表示其中有180兆韩元 大约4.3兆新台币将用在投资国内领域 例如像是扩大半导体开发 先进晶片的制造等等 并承诺会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 而三年之内至少要投资 50兆韩元大约1.1兆新台币 在美国建立晶元厂 要加速企业的并购 不过三星少主李在荣 才刚假释出狱 再过几个月又是总统大选 这一项的发布时间点 可以说是相当的敏感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预计未来将通过修建海底管线 把福岛的核废水引流排放到近海 东电计划在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的附近 要挖通海底沿层 新建一条大约一公里长的 专属海底管线 未来将会透过这个管线 把废水排放到一公里外的海中 这隧道预计在2022年初动工 2023年的春天左右将会开始排放 而日本今年4月曾经宣布 要把福岛核一厂污水排放入海 引发国内外强烈抨击 不过政府跟东电认为 采用海底管线来排放 能够降低对渔业的影响 东京帕运在昨天晚间 举行了开幕式台湾代表团入场的时候 负责转播的日本放送协会NHK主播 直接就喊出台湾 而这也是NHK在东京奥运开幕式 为台湾证明后 再次用台湾来称呼我方的代表团 帕运开幕式依照五十英顺序入场 这台湾的代表团排在第83 由跳远选手杨川辉跟标枪选手刘亚廷掌棋 出场的时候思议是以中华台北介绍 不过NHK主播却直接用台湾来称呼 当下也感动了一票台日网友 贺锦丽代表美国侵略东南亚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拜登总统派她的副手来主打东南亚外交 又有哪一些用意 我们来听听看专家的见解 美国副宗的贺锦丽这个星期奉命 前往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越南进行博士访问 这是拜登政府任内最高层次的造访 事实上从今年1月以来 拜登政府不断地希望透过国际合作和多边交流 来增强美国面对中国 决起中国的能力 上任前半年拜登积极地拉拢 日本和韩国紧接着又修补跟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拜登打算进一步的 把东南亚国家也归入美国的阵营 事实上要修补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拜登不久之前派出了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 以及国防部长Loy Austin 来到了东南亚区域 针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合作的问题 寻求跟踪东南亚国家达成某种成立的共识 毕竟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 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来说 无疑是制约中国 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最能够提供直接帮助的朋友 虽然美国希望东南亚国家 能够跟美国合作 站在美国这一边 可是美国也很清楚 如果光是用制约中国 这种基金符合美国利益的论述 恐怕很难打动东南亚国家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在美中的高度紧绷对抗之间 其实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必须在两大强权当中选边站 毕竟不论从经贸往来 还是从地理位置来说 东南亚国家都不可能也不愿意跟中国撕破脸 不论他们是不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东邪国家是不可能跟中国切断往来的 拜登政府也很清楚 要让东南亚国家跟美国靠得近一点 最有利的论述不是道德上面的论述 不是制约中国 而是端出政策的牛肉 真的用产业的合作来吸引东南亚国家 愿意跟美国进行更紧密的交流 所以贺锦丽这一次来到了新加坡跟越南 事实上主要谈的就是产业的合作 尤其跟新加坡之间 在半导体产业链重建半导体产业链上 美国希望跟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交流 近期透过美国政府对于半导体企业的补助 希望可以避免战争风险让晶片供应受挫 所以积极在寻求 不论跟新加坡还是日本 积极在寻求产业链的重组 未来美国跟新加坡之间的半导体合作 会不会成为美国除了安全议题协访新加坡之外 更大的一个利多 更大的要求新加坡跟美国合作的一个谈判筹码 非常值得观察 不过新加坡政府长期跟中国保持良好的互动 尤其是新加坡有非常多的企业 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 以及非常巨额的投资 是不是会因为半导体产业而转向和美国靠得更近 这一点其实有真的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至于增加与越南的合作的可能性 赫典丁这一次也其实带来了大力 造访河内宣布美国基地管制局 会在越南国内设立所谓的海外研究中心 共同帮助东南亚国家来面对疫情 对抗疫情 另外贺锦丽也决定也宣布美国将会在未来提供更多的疫苗 帮助东南亚国家一起来面对变种病毒的影响 除了外交的安排 派出副总统贺锦丽造访东南亚端出政策牛肉 可以看得出来拜登政府非常积极的想要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除了制约中国和地缘战略的考调之外 其实也有安抚盟国心情的作用 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事件确实打击了美国的威望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到底要不要继续跟美国进行安全上的合作 取决于东南亚国家是不是认定美国值得信赖 阿富汗的事件重创了美国在东南亚区域的形象 现在要更积极的来修补 所以贺锦丽的造访虽然看起来是简单的外交任务 可是其实对于美国的形象可能真的有很深远的影响 进一步来说 除了外交上的安排之外 拜登派出贺锦丽造访东南亚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帮助贺锦丽增加国际外交的力量 不久之前贺锦丽造访墨西哥 却因为不希望美中南美中俄国家民众前往美国的言论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对于就任副总统之前 完全没有国际外交事务经验的贺锦丽来说 拜登给贺锦丽的出访安排 很显然的带有保护的味道 毕竟相较于阿富汗、中东甚至欧盟国家 拜登派给贺锦丽的出访任务 其实更像是拜登为贺锦丽量身打造的外交训练课程 只不过训练的对象不仅仅是针对贺锦丽 还包括了副总统办公室内未来民主党的外交核心幕僚 拜登从这40年以外交建长 如今看起来在阿富汗的撤军议题上 拜登大大的失分 能不能在其他的外交领域返回一城 除了拜登自己需要有更多的表现之外 整个团队可能也要为拜登提供更多的助力 至于贺锦丽这次的出访 到底对拜登的团队是加分还是减分 其实在接下来不久的将来 从东南亚国家到底是不是跟美国有更紧密的合作 就可以来打出成绩单了 来关心疫情相关讯息 时隔一百多天 魁为已久的嘉陵终于回来了 指挥官陈时中也说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过只是显示本土疫情稳定 没有办法代表清零 另外指挥中心也预告 9月27号规划国产疫苗高端 进行第二剂接种 第七轮则是确定开打AZ疫苗 非常不容易 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本土病例是零 魁为108天 全国应景期盼的嘉陵终于回来了 但早在上午9点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就抢先在脸书上 晒出鸭蛋贴图 预告本土零确诊 就连台南市长黄卫哲也在文旦外销记者会上 爆雷本土个案嘉陵 本土嘉陵在线是好的开始 但也强调一定要稳住疫情现况 不会贸然松绑 另外国产疫苗高端开打至今 疑似接种后猝死案例 除了已经通报的路信网路专栏 作家之外 截至25日中午再添三例 分别是基隆40多岁女性 有主动脉剥离现象造成大量鸡血 新北30多岁男性有吸食毒品记录 而桃源50多岁男性本身具有糖尿病史 虽然与接种疫苗有时序上的关联 但因果关系人带厘清 不过高端疫苗接种不会停 指挥中心也预告 8月23号到8月29号完成第一剂 高端疫苗接种的民众 9月27号就能施打第二剂 我们会选27号就是要确保所有 8月23号到29号的人都会满28天 第六轮国产疫苗第二剂开打时程早早敲定 那么接下来第七轮要打什么 唱牌的疫苗 第七轮大概应该是A季 那目前我们还是以第一剂为重 但是也会保留一部分给第二剂的来打 那第八轮到底会打什么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的多种的可能性 没把话说死 只淡淡回一句有很多种可能性 也替月底即将到获的疫苗预留伏笔 欢迎新闻科冠陈黄沛 台北报导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亲赴欧洲催货 现在传出好消息 150万剂的BNT疫苗 渴望在8月底运抵台湾 不过这批疫苗标签并非是客制化 而是应有复辟泰英文名称的平胜疫苗 和政府当初要求 疫苗标签不能出现复辟泰中英文名称 原则是相违背的 指挥官陈时中也松口了 他说防疫最重要 因此唯一的考量是疫苗有没有效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亲赴欧洲四方奔走 抢货的BNT疫苗 传出8月底就渴望来台 郭台铭先生先前已经向大家表示过 在这次的欧洲行 有完成一些阶段性的目标 而对于这个所有的资讯 也告知了政府相关单位 对于疫苗进一步的内容 尊重指挥中心的说明 什么时候会来进来 这个时间我现在目前也没有掌握 传出8月底将有150万剂BNT运离台湾 但首批疫苗标签并非客制化 很可能就是郭董8月4号脸书 抛文在捷克接种复必泰英文 community评宣疫苗 但这跟政府原先要求疫苗标签 不能出现复兴复必泰的中英文名称 原则相违背 没有政府同意德国方面不可能出货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BNT疫苗能进来 那我们或许会收到一些国际上的刁栏 没办法配合品牌上的标签 不过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 有达到疫苗最重要了 如果担心说这个标签会影响它的品质 那其实政府也能在这个疫苗前面的 封签 开封这个检查的部分 比较严格把关 看看它的品质就可以了 在标签里面 他大概有相关的一些中文的字 跟复必泰的字样 那不过我们经过审慎的考虑 在这段时间是防疫是我们唯一的考量 那重要的是这个疫苗的内容物 是不是安全有效 毕竟我国mRNA疫苗已经见底 12到18岁青少年又只能接走BNT 开学在即让孩童尽快拥有保护力 成为防疫重要关键 欢迎订阅林文宇 林文宇台报道 随着BNT疫苗获得美国完全授权 今天东洋股东会 董事长林全也被问到 是否有意愿跟进 对此他语带保留了 他说还是得透过中国复兴药业的洽谈 因为如果BNT取得药证 未来疫苗将不用再经过政府 医疗机构跟药局 不过业界也认为 负70度C低温加上采购量少 想要直接跟辉瑞或是代理商进货 自费施打BNT疫苗难度很高 东洋股东会25日登场 董事长林全特别在会后安排媒体QA时间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BNT疫苗取得美国完全授权后 国内已经有宝瑞药业表态 有意愿引进BNT疫苗 东洋是否卷土重来再度争取代理权 林全话说的保守 就是因为知道拿下代理权 终究得要看总代理上海复兴的态度 但是药证取得上 食药署道士强调会采用专案审查 启动绿色通道 让审查时间从最长的240天机制 缩短成120天 现在大家有人讲说他要来申请 那到底没有得到辉瑞的授权 这张药证的所有者 这张药证的所有者是辉瑞 那辉瑞要授权给某一个人 那他才能够来申请 其实跟那时候在买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就是要原厂很清楚说授权 如果BNT取得药证 未来疫苗将不用再经过政府 医疗机构跟药局就可以直接 跟辉瑞货代理商进货自费施打BNT疫苗 现在他的交易量动不动就是一千万两千万 甚至一亿的伎量 BNT他的采购量又不是很庞大 没有立任的状态下厂商愿意吗 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70度的保存条件成本太高 加上还有政治考量 短期内民众想要自己买疫苗 自己打依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欢迎问林文宇 林卖瑜台报道 再来看到央行总裁杨金龙透露 5倍券面额规划 1500 200块钱面额 并没有100块 就是因为考量张数会很多 印制成本也会因此增加 不过蓝尾说 200块钱的面额太大了 对小摊商来讲很难找零 恐怕是受益不大 市场摊商也认为 最好要有100块钱面额 因为去年拿3倍券来市场消费的就不多 将二级警戒后市场人潮慢慢回温 疫情趋缓随后就是振兴经济 政院里推出5倍券 央行总裁杨金龙透露 最小面额确定是200元 但对市场摊商来说 恐怕受益不大 你要是坚持要花券 可以 你最起码面额要有100块的 很多那些小摊商 他们根本就实际上一点受益都没有 蓝营财委会立委 25号到中央银行考察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目前5倍券规划1500 200元面额 明天才会定案 没有印100元面额 是考量张数会很多 央行也公布印券成本 以去年三倍券为例 1000元面额4.2元 500元4块 100元面额3.3到3.4元 跟200元差不多 等于要印100元 成本会增加 因为你印越多 成本越高 其实你干脆发现金多好 你发小面额的增加个10张 成本就要增加30块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没有办法发行小面额的 5倍券 我认为应该推广电子支付 绿维帮忙缓夹 可以推动数位支付 但传统市场 普遍都收现金 卖的东西也大多 百元有找 无配券最低面额200元 似乎真的不方便 那店家要不能找零 那他们就会比较朝向 去当卖场去买 去年就有这种现象 其实摊商来讲 几乎收不到什么消费券 100块是比较好找 不用再找零现金出去 比较麻烦一点 有时候就不要收 干脆收现金 他们的新生 没被行政院采纳 5倍券即将定案 硬制面额跟去年 3倍券大同小益 对损失惨重的小摊商来说 恐怕效果有限 欢迎新闻江波委 海中海中台北报道 首先带您来关注 2021米其林美食指南公布了 今年因为疫情 改成线上举行 不过今年的摘新餐厅数量 也是史上最多 共有34家 其中美国大饭店的米香餐厅 主厨坚持纯天然制作 不过多的化学调味 独特的制作方式 过去就曾经入围米其林三次 这一次终于摘下米其林一星 另外今年的米其林 也新增了服务奖 和绿星奖 服务大奖是由 全年四届米其林三星的 军品义工赌下 油亮亮的臭豆腐 搭配熬卤过的上等牛肉 在卡士卢里自自作响 这可是主厨自豪的拿手菜 因为别的饭店里找不到 独书一格的美食 让美福大饭店的米香餐厅首次摘下米其林一星 没有想到说会得到一星这个 因为之前从18年到20年 我们连续得了三个餐盘推荐 那其实我是本着说做职人料理的精神 把台菜发扬光大 另一道宜兰经典名菜 蓝羊鱼皮稀卤肉 是由出身宜兰的主厨 精条细选鸭蛋和食书 爆香焖煮 让特选食材的精华都汇聚在锅内 越前的菜真的是越难发挥 它的特色出来 那我只是说 把本身该有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安部就班 该爆香一定要爆香 那讲求原汁文明 不用过多的调味 在这段疫情期间 餐厅只能做外带 那虽然现在有开放 可是内用的人数相当受到限制 那我们的台菜 其实就是一种分享的概念 可是现在只能以套餐的方式呈现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疫情 警戒能够解除 让消费者能够很放松 来这样优雅的环境 来体验我们的台菜 疫情冲击 餐饮界全都苦哈哈 不过各大美食餐厅 还是要卯足尽获得米其林加持 虽然颁奖典礼 今年首度改为协商举行 但摘行数量确是史上最多 共有34家餐厅获奖 而台北米其林 一新餐厅行进榜名单 除了美福米香 还有高档天妇罗料理牡丹 银车社区台式料理 附近树台菜香槟 法国餐厅Dunit 还有亚洲菜餐厅TplusT 令人意外的是 已经连续三年入榜的Mumet 以及大三元酒楼 这回都不在一新榜单内 值得注意的就是 今年米其林增加两个新奖项 米其林指南服务奖 是表扬服务卓越的外场人员 而米其林律星 则是表扬主打永续 减少食物浪费的餐厅 而这历史上第一届的服务奖 是由米其林三星的常盛军 军品一工的中餐厅外场经理 欧婉真夺下 除了服务大奖 军品一工 这回更是再度蝉联三星宝座 也成为全台唯一 四度蝉联三星的餐厅 除了台北跟台中 明年的米其林指南 地区也将新增台南跟高雄 喜爱美食的韬客们 可以好好期待 环宇新闻 慧弘于林佳倩 台北报道 除了公布完整名单之外 首次采线上发表之外 同时也宣布 2022米其林将增加台南高雄两个城市 而这一次台北军品酒店的一工餐厅 堪称是最大赢家 完成四连霸 也是全台唯一三星餐厅 第一次颁发的最佳服务奖 就是由76年次的一工餐厅外厂服务经理欧婉贞夺下 更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经理 另外年轻主厨大奖则是颁给色的主厨林亦华 评审称赞她拆解台湾味 会在台中的餐厅也顺利摘下一星 至于神级名店侯布雄今年也换了新主厨 也从一星升级为二星餐厅 JL Studio也蝉联二星餐厅 同时也是台中唯一的一家二星餐厅 拿着讲座对着镜头发表感言 即使戴着口罩也藏不住戏乐 这是今年米其林指南年轻主厨大奖得主林亦华 现年才30岁的她毕业于高雄餐旅大学系出系 曾带过台中乐幕法式餐厅和台北一星级餐厅 不断磨练精进自己并于2016年和同学合伙创业 法式现代料理餐厅色就这么诞生了 餐厅的主要主轴是以一个 就是我这个时代出生的人 怎么看台湾来做这些料理的 年轻的人要做点事的话 很容易会被看清或是被唱水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会做这种事情 对那我们就是一直坚持想做自己的 谈到创业历程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午餐丹料理色虽然有法式亦是手法 但回到根本还是以台湾菜为出发点 坚持95%台湾食材 还会依据四季与社会日常变换菜色 带给操客不一样的台湾味 三个月会把菜单全部做更新 所以料理基本上都是只出现一次而已 其实每道料理背后都有蛮多的概念 环环相扣扣起来 包含食材的组合 那有可能是我童年的回忆 或是我看到什么时事新闻 或是一些风景 都有可能成为料理的概念 高级和牛散发浓浓香味 专贩和牛的烧肉店安达的肉屋 今年也继续稳坐疫情宝座 台中餐厅入选米星里指南第二年摘下疫星的 除了有新进餐厅色 还有安达的肉屋 地中海料理餐厅 发饰餐厅严之华 另外新加坡料理JL Studio 今年也获得台湾唯一的二星餐厅殊荣 米星里指南进军台中后 目前有五家餐厅成功摘星 将持续用美味独特的料理 带给韬客们全新感受 回到新闻现场 从本土疫情爆发到疫苗荒等等考验 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不满意度 连续三个月是高于满意度 现在更传出一份新内阁名单 要由桃园市长郑文灿来接任隔魁 林又昌 潘孟安等中生代的县市长 也都被点名入阁 改组的时间点最快就在九月份 不过郑文灿今天他主持防疫会议时强调 会和大家陪在桃园一起努力打拼 总统蔡英文也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 直接辟谣说苏内阁没有要改组 行政院长苏贞昌当着官务署官员前开骂 就怕非洲猪瘟防线出现破口 因为最新民调他的不满意度 已经连续三个月高于满意度 更可能危及2022的县市长选战 传出将由桃园市长郑文灿接隔魁 最快九月就会进行改组 如果有人要想这个职务的话 就要去心里想说 这职务其实是要承担远大于一切 所以如果一旦的苏内阁有动摇 以至于是说蔡总统想要重新任命 行政院院长的话 你认为你的可能性高不高 外界认为很高 我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广播访问中不承认也不否认 除了郑文灿接隔魁 还有海基会董事长 由前立法院长苏嘉全接任 平东县长潘孟安接任内政部长 基隆市长林又昌接交通部长 桃园市议员杨家良接行政院秘书长 监察院副院长是提名李鸿军 我个人没有听说有这样子的传闻 那另外当然也不可能被征询 也没有被征询 那我个人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规划跟打算 对于入阁传言当事人都直接否认 但是外购疫苗无法到位 民进党最大票仓 年轻人以及中壮年打不到疫苗 更让蔡政府的支持率直直落 加上五倍券政策大逆转 都让改组传言甚嚣纯上 蔡总统在中场会上亲自辟谣 尽管蔡总统再次公开肯定苏贞昌 再加上绿营上下通通否认 不过无风不起浪 在苏内阁民调低迷时刻 出现改组传闻 很难让人不多做联想 华语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就来探讨苏内阁改组传闻不断 连总统蔡英文都亲自出面辟谣 强调没有要改组 不过苏内阁民调不断下滑 加上疫苗五倍券政策争议不断 就算短期内不改组 蔡苏两人还可以继续合作下去吗 2022年地方选举即将到来 内阁不进行改组能够逆转民调吗 蔡总统是真的不打算换隔魁 还是担心苏贞昌的势力反扑 所以是想换也不能换吗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newstalk 最近民进党的事情 真的负面情绪太多了 比如说包括猫的事件 包括高端的事件 最近又连续的猝死 似乎有人要用一个无伤大雅的东西 来把这个风暴稍微把它压下去 如果现在9月 比如说打比方现在9月15号 郑文燦真的上来了 做了行政院院长 然后呢下半年的会期开始 立法委员开始猛轟他3加11 你觉得民进党聪明才智的蔡英文总统 会容许这样的现象发生吗 苏院长他事实上引起的那个 对人家对他的不同的意见已经很多次了 也包括人事案 那这次五倍券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我觉得本来大家的思考 倒不是说苏贞昌人员如何 而是说12月18号要公投 那你这个时候让新的院长上来 那他不是要来承担12月18号的公投结果吗 我觉得一开始的思维都偏向这方面的 不然苏贞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而且他那个单独决定人事案 这也不是现在才发生 以前就发生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在考虑时间点 就是说你如果现在9月改组 那12月18号他就要面对公投 那如果莱猪没过 那不是一个打击吗 应该还是民进党内部的 所谓的这个派系的一个斗争的因素的存在 那么内阁改组就了解是 今年年初的时候确实是有一段是 有考虑换内阁 但是5月份接着因为疫情的一个猛爆 这种状况之下刻意去做一个大的 一个变动因素 这个有一点点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更何况虽然总统跟苏院长现在的 支持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话讲回来也并不是很低 他是跟自己的高峰比 似乎看不出来还有特别的因素 要去求变的那个动力 你看最近很多苏贞昌的动作 不是正在展现我才是老大的气势吗 再来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觉得 杀猫根本就是苏贞昌要给蔡英文一个下马威 要去把他人道解决 苏贞昌真的不知道吗 如果苏贞昌知道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 公事公办 所有的责任就是蔡英文来承担的 你说苏贞昌有没有在这一波里面上下棋手 所以蔡英文知不知道 他不能 他一旦动了 苏贞昌会用更大的反扑力道 这个海啸谁承受得起 郑文燦承受得起吗 蔬菜体系到底要怎么平衡 已经无法平衡了 而且苏贞昌昌昌的在各个面向 包括国营事业的一些负责人 这些他的名单连警戒八大 八个人警察就要都可以叫来骂 当今圣上就是苏贞昌啊 不可能啊 总统如果真的决心要换就换了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前两任的院长 也都不是小英把他换掉的 像林权是因为他要去企业界 那赖清德是因为他要选总统 对不对 所以我们蔡总统确实 比较 比较少这样自己决断说 我让你走路啦 所以目前 目前明显就是一个 是由下而上的过程 就是说立委有很多不同意见 那大家也觉得说县市长也即将到一个 一个门一个转捩点了嘛 那那个可能也有考虑到明年整个布局的问题 最新消息根据路透社报导 知情人士透露 德国BNT疫苗将比预期提早交货给台湾 原因是中国延后批准使用BNT疫苗 因此估计有超过100万剂的疫苗 会在8月底9月初运抵台湾 好 再来看到香港政府严领提出电影审查法 要严格禁止电影内容出现宣传美化 危害国安的行为 香港电影产业制作者认为 未来对于独立制片 甚至是国际团队到香港拍摄 肯定会多了估计 严肃的表情 说出讽刺的政治内容 是老香港喜剧电影的必备元素 但未来香港电影可能再也看不见政治梗 因为香港政府即将提出电影审查法 电影审查法禁止电影内容 美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虽然对商业电影来说 要在中国大陆上映 本来就不会刻意踩虹线 但独立电影肯定会受到冲击 电影审查法从国安法分支出来 会执行的夺信还不清楚 但对产业肯定有影响 不能说我什么的桥段都拿去问他意见 那就不是通天了吗 什么能播什么不能播 先问过官方就等于破梗 而当香港失去岗位 不但就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市场 电影产业恐怕也渐渐失去竞争力 电影审查法可能会在9月1号通过 香港电影产业界只能先观望 虽然不过分悲观 但肯定未来拍片再也无法自由发挥 欢迎新闻 叶秉杰 黄运晨 台北报道 Delta变异株现在已经成为了主流的病毒 也成为各国在防疫上的最大挑战 台湾目前因为边境严格管制还没有沦陷 但是从今年的7月到至今 可以发现境外移入有超过87% 都是染上了Delta病毒 而且未来还有新病毒的威胁 详细情形我们请记者黄运竹告诉大家 台湾魁违108天终于嘉宁回来了 但是还不能大意 为什么呢 因为来看到现在全球主流的变异株 Delta病毒还在我们的国门前面徘徊 从7月2号到现在呢 我们发现有192名的境外移入当中 有87%的人都是染上这个Delta变异病毒的 再来看到这139名染上Delta的阳性当中呢 其中又有7成以上 他们通通没有症状 甚至有34个人打过疫苗之后 可能被突破性感染 因此我们为了要把这个Delta变异株 完全的阻隔在国门外 所以我们的边境管制不断的扎延 来看到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除非你是我国的公民 或者是你有居留证 或者你是专案进来的 才可以入境台湾 包括转机外籍人士 现在都通通禁止来台 再来你如果进到台湾的话 一定要遵守严格的管制措施 包括了14天要待在集中检疫的场所 包括检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 再来就是这一段到检疫所的路程 你现在从24号指挥中心才刚刚宣布而已 你通通都必须要搭防疫的车辆 才可以到这个检疫的处所 之所以要这么小心翼翼呢 是因为现在不止Delta变种病毒 甚至外媒就报道了 2022年我们会遇上新的超级变种病毒 也就是印度的Delta 加上南非的Beta 还有巴西的Gamma 这三种通通加起来 变成Covid-22 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到时候它的传播力会变得更强 而且它会比Delta更致命 因此除了我们现在的边境管制措施之外呢 还要普遍提升我们的疫苗施打覆盖率 甚至我们要开始规划第三季的疫苗施打超全部数 没错提升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9月1号开学在即 桃园市长郑文灿亲自视察了北门国小的防疫状况 酒精隔板跟吸收乳等等样样不能少 老师的疫苗施打率也高达99.6% 另外中央已经配送了4.2万剂的AIDS疫苗给各个县市 提供给高中以及以下的教师 以及代课老师来施打继续冲高疫苗的覆盖率 背着大型消毒桶从厕所内一路喷洒消毒水到外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因为开学日将至各所学校纷纷备占防疫 所以防疫隔板的部分全校有800名国小 以及60名的幼儿园已经全数就绪 教职员的施打疫苗还有志工部分 我们会确认他施打过疫苗 桃园市长郑文灿亲自到北门国小视察 校门口满满的防疫物资 口罩酒精吸收乳等等 全都在未开学做准备 不止如此就连老师施打疫苗率也逼近百分百 教室的疫苗施打率已经到达99.6 只有千分之四的没有施打 主要有的可能是涉及到怀孕或体质 我们在这个环境准备上 要在8月30号前 306所学校都要完成环境消毒 市长亲自喊话 承诺9月1号开学 一定会把学校的防疫准备做到最完善 另外教育部已经在8月24号 配送4.1剂AZ疫苗给各县市 提供8月1号前造册的高中值以下老师施打 而开学过后若没有接种疫苗的教师 或是接种第一剂疫苗未满14天者 就必须每7天进行快筛 至于新境老师代课实习教师等部分 预计8月27号会陆续施打 那我们市府会提供这个免费的快筛 试试给各学校 从这个各学校来执行 帮助这个老师做快筛 那不过我们还会再安排一次专案施打 开学在即 校方和市府携手合作 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充足的物资配备也能让家长放心 孩子们安心上学 欢迎新闻 陈明晏刘佩婷投缘报道 9月即将要开学了 国内将迎来超过万名的 大批境外生入境 台中市府不敢大意严格把关 防疫旅馆的检疫措施 另外行政院五倍劝即将要在10月的时候发访 市长卢秀燕就预告了台中市将会有全台最大的加码活动 所以我们都会用酒精 然后擦拭我们青孔的部分 拿起酒精喷洒 飞沫容易传播的物品 丝毫不马虎 虽然警戒叫二级 还是严格把关 台中市府也积极补助旅宿业者 取得安心旅宿标章 台中市我们会把它分流 如果旅馆它去做旅馆 它就叫居家检疫替代一般的旅馆的话 那它就不可以收容这个居家检疫的客人 那同时呢 我们会给它这样一个标章 好不容易政策松绑 现在要面临的是开协计将至 许多境外生要陆续来台 全台累计1.3万名境外生 光是台中地区就有6000多名 目前提供37家集中检疫旅馆 房间数约2400间 入住率达六成 如果是从境外要入境的话 必须要有刚刚市长有特别提到 多次的这个CPR的筛检之外 那当然呢还必须要入住居家检疫替代 所会扩充 然后煤盒 那据我了解应该是在9月份 我们还会有三间的饭店 预计还会再释放出将近200多间房 一段时间呢 我们尽量做到 同样对这个同仁除了教育训练以外 当然也期待在疫情之后 我们同仁的这个生产力产值 以及对游客的服务 都能够让大家更安心 积极关注旅宿业 因为现在即将又开学 境外生陆续移入 居家检疫层层把关 不让入住检疫旅馆造成破口 加上国内疫情缓解后 预估将出现一波国旅潮 卢秀燕也预告投入3000万 作为旅宿业的防疫补贴 也表示10月振兴发放后 台中市将会有全国最大的加码活动 要把疫情后的国旅商机 礼拼留在台中 欢迎新闻 红日成 陈一帆刘佩婷 台中报导 台南是全台湾最早进入产气的 文旦产区 那么从8月上旬就陆续采收 今年的品质良好Q坦多汁 因此农业举定了产销计划 内销外销跟收购加工三件七发 外销国家也不再依赖中国 这一集推展到日本 新加坡 加拿大 光是日本就已经下定超过 50公吨的顶单 一颗颗文旦在输送带上滚动 依照大小进行分装 这些都是准备要外销到 日本的台南优质文旦 天候还不错 所以大概在3万公吨这边有 台南的部分 品质不差 因为今年4 5月时候水分比较少 那时候的话 该是果要长很大的时候 没有什么水分比较 它没有长得很大 而且甜分上它变成会比较提升一点 那今年我们普通的品质 差不多1斤都在6、7、7以上 甚至我们的材费 一些较有地名堂的品质 都在百多好一上 还是维持在一个高档的品质 每颗文旦都Q坦多汁 甜度也增加 除了受到国内市场青睞外 外销订单也年年创假机 文旦品质好产量足 因此农业局今年也积极发展内销 外销以及收购加工 三件齐发协助稳定市场价格 摊开了文旦历年外销成长 从2018年3000多公吨逐年成长 到2020年已经有5000多公吨 今年目标则是5500公吨 而以往大多依赖中国市场 2016年几乎全部外销中国 避免过度集中 在去年将比例下降至73% 今年也已经调降至60% 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除了先前已经有新加坡 上海等订单外 这回也将运往日本4.2公吨 29日还会再有10.5公吨 预计9月下旬抵达 而台南文旦广受日本市场好评 截至目前已经下单50公吨以上 我们在用药就开始符合日本的标准 下去做操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包含像这些病虫害的管理 然后果实的挑选 因为日本的检疫相对难度比较高 它需要做低温的检疫 台南文旦品质良好 外销的严格规定不成问题 期盼积极开发海外市场 让更多国家体验台湾的优质水果 华宇新闻员 魏晨一帆 白云飞台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